準備好工具就可以開始凝膠美甲囉 你們看 大家好 我是明旭老師 今天要教各位的是凝膠美甲 許多人以為美甲只是塗一個指甲油 而現今最流行的是凝膠美甲的美甲操作技巧喔 凝膠美甲 是直接在真人指甲上塗上一層層的凝膠 藉由美甲機的照燈固化 讓指甲的美可以維持三到四周的做法 使用工具有 當您都已經做完基礎保養的動作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進行凝膠指甲的實作 首先我們會用到的東西有 海綿泡 在泡膜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要用 直式的泡膜來操作 這樣比較不會讓指甲 受損造成分層 泡膜之後呢 我們會拿粉塵刷 將上面的魚粉 刷掉 才能保持凝膠指甲的清潔 清除完粉塵之後 首先我們需要使用平衡劑 做一個乾燥防潮的動作 平衡劑因為不是凝膠 所以它不需要照燈固化 各位在操作之前可以先跟客人告知說 塗上去之後會有點冰冰涼涼的感覺 那個是正常的 塗完平衡劑之後 我們會使用固定劑 固定劑的用途是用來增加 凝膠與真人指甲的附著度 固定劑因為不是凝膠產品 所以它不需要照燈 等待固定劑揮發乾燥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抵膠的塗布 首先抵膠 它是凝膠產品 所以塗完底膠之後 我們必須要照燈30秒 底膠是我們美甲 第一層也是最重要的一層膠 在塗的時候呢 要記得不要讓它抵膠 確認底膠沒有抵膠 我們就可以進行照燈固化的動作 通常我們抵膠照射的時間為30秒 通常我們抵膠照射的時間為30秒 30秒之後 抵膠就可以完成固化 通常我們在照燈的時候 是採用 母指 食指加中指 無名指加小指 分成三次 來進行照燈固化 這樣可以均勻地照到燈 避免溢焦的產生 到這邊為止 就是凝膠指甲基本的打底動作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 貓眼指甲款式 那會用到的顏色 有包括 貓眼凝膠的黑色 偏光的貓眼凝膠紫色 貓眼凝膠偏光的黃綠色 偏光的貓眼凝膠 偏光的貓眼凝膠 藍綠色 貓眼凝膠 裡面是含有齿粉的凝膠 可以吸出像貓眼睛一樣的光芒線條 首先呢 我們會採用黑色的貓眼凝膠 做單色的打底動作 那完成單色搭地就可以進行照燈30秒 接著要塗上第二層黑色的貓眼凝膠 通常我們在進行單色塗布的時候 都會塗上兩層來確保達到飽和 當我們塗完兩層黑色貓眼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進行貓眼款式的設計 我們沾取黃色的偏光貓眼 進行整面指甲的塗布 先別急著照燈 貓眼凝膠因為裡面含有瓷粉 所以我們可以運用瓷棒 來協助進行貓眼凝膠款式的設計 首先要示範的是斜線 由上而下 接著就可以看到它吸出一條斜線的光芒出來 照燈一樣是照燈30秒 為了使斜線款式的層次更加突出 所以我們要再加上粉紅色的貓眼凝膠 在沾取不同顏色凝膠之前 還是建議各位可以洗一下筆 接著我們沾取粉紅色的貓眼凝膠 整片的塗布 塗布過程中不用擔心 將下面黃色的斜線貓眼凝膠覆蓋 塗布完成照燈之前 一樣使用瓷棒來吸取貓眼凝膠 讓它產生貓眼凝膠斜線的款式 一樣照燈30秒固化 固化完畢後 我們要使用建構膠 可以取多一點的建構膠做出弧度 讓貓眼凝膠款式呈現透亮 等到我們建構上完之後 就乾淨請客人進行凝膠燈的固化 60秒鐘 結束之後 就是進行最後一層 也就是上層凝膠的塗布 進行整面的塗布 塗完上層凝膠之後 就可以請客人照燈 照燈60秒完全固化之後 接著我們可以拿 模板與指甲做一個修模的動作 這樣我們貓眼凝膠指甲的款式就完成了 明膠眉甲 不只用顏色來美化指甲 還可以在視覺上提升手指的修長 讓手指的美可以持續束縮喔 讓手指的美可以持續束縮喔 中文靜臉 威脅